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阿不是 你頭上那個在ㄎㄧㄤ什麼啊 這是我最新納錄的裝飾品 想說要拍片就隨便帶一個 很高興呢這次可以接受到捷琳的邀請 我們串聯了很多創作者呢 要來交換不要的衣服 有人會有不要的衣服嗎? 你就很多啊 我只是還沒穿到而已 好那我們這次呢 有傑琳、貝莉莓、UC、可凡、Sandy、子璇 因為畢竟你知道我之前有跟Sandy 跟許宇交換過衣服嗎 我真的有點害怕我穿不起來 所以呢我們整個過程都是採用抽籤的方式 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抽到誰 所以現在有點瑟瑟發抖 那你最想要抽到誰 你最最害怕抽到誰 我覺得Sandy的衣服跟我好像比較不搭 然後子璇的會不會太太Q 對 那你最想要抽到誰 我覺得應該是貝莉莓吧 因為就感覺她會穿的衣服 我應該是可以駕馭得了的啊 就會偏比較小歐美一點點 我很怕就是有那種很大的蕾絲啊 日本風那邊很多層的蛋糕衣啊 我穿起來可能會變 五度的時候會有一層一層的那種灌頭 灌頭套 好啦 抽籤的部分是你幫我抽的嗎 對啊 那你現在要公布給我知道嗎 沒有沒有沒有你自己猜好了 我自己猜 我再跟你公布正確答案 不是我怎麼會看到這種 完了完了完了 看起來有那種70年代的感覺 而且裙子上面為什麼有這種白白的東西 誰在做壞事 啊就不要的衣服咩 喔這件要怎麼穿我真的不知道 喔這個感覺有送洗過 幹我知道這個是誰的衣服 看過那個人穿過他 誰 Sandy 而且他竟然兩個同樣系列的東西 他把兩個顏色都包了 然後現在跟我說是不要的衣服 欸不對這一件 這一件我覺得我看得出他的時尚感 這一件我感覺就是 搭個牛仔褲可以穿出一種隨性的時尚感 再加一個帽子的話 我覺得這件給過 哎喲褲子來了 欸這個為什麼不要呢 這個感覺也是淘寶 淘寶買的 你看不要衣服 他連穿都沒穿過 喔又多了一件長褲 這個長褲也很Sandy 這是寬褲欸 而且身體這麼高 妳是說我穿起來就到這邊嗎 欸大家好我穿完了 好啦那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換幾套 就四套啊 那我們現在進去馬上呢就是來換衣服 OK我們現在變裝完畢 我覺得這件有沒有穿到我身上 一整個名牌 一種非常就是復古風 然後妳再加上一個小馬尾 戴上一個墨鏡 整個人感覺走在 當西部了吧 日落大到 好萊塢的風格 然後再來這件衣服呢 千萬妳不能穿new bra跟內衣 一定要擺出一個chill的姿勢 讓它有點積凸 有些衣服就真的適合積凸 妳如果穿的new bra在裡面 就變成這樣子嘛 摟掉了 對 然後再配一個包包 OK就可以走了 譬如說我現在去拿一個配件來 OK 我現在就拿了一個包包 看我就想像我現在就是在那個街上 就隨意的走 有沒有 就非常隨意 然後欸不經意的回頭跟朋友打招呼 然後我等一下要去逛Fella Vita 妳笑什麼 我想說我不接花看妳會不會尷尬 妳都看我們演多久是不是 對啊 可以啦我覺得這件衣服應該給過吧 整個是很有歐美chill的那種風格 沒錯然後這件衣服一定要擺臭臉就是 在那邊等紅綠燈 然後等紅綠燈也不能 就不能這樣等你知道 等紅綠燈要有點攻起來 老闆妳可不可以幫我前後前後攻這樣 不要擋 不要擋 然後妳的馬尾就要 蛤?妳說什麼 馬尾一定要這樣甩 OK 肌塗加甩馬尾 就是這套重點 好我們下一套 歡迎來到我們的禁敷房 今天請問是幾位呢 我可以幫妳帶一下位 這套衣服呢 我剛剛用我吃奶的力量 加上我助理吃奶的力量把它拉起來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Sandy的腰可能很細很細 所以我到這邊基本上我就卡住了 你們看我這個有多背 好那這件呢上面其實也非常背 你看我這邊其實就是 喔 NICE 真的這個這個就真的很像就是 今天要去參加什麼手印會啊 大家好我們是 時代阿姨 真小辣 就我幫她搭配一個 紅色蝴蝶結在後面 然後走一個公主頭 路線這件衣服實在太適合公主頭了 然後這件衣服不自覺的 我就很想把它拉下來 你知道嗎 畢竟我的衣服風格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不然妳兩邊拉下來看會長怎樣 就會變這樣 欸這好像很合理 這樣好看好看很多嗎 對啊對啊 我只能說什麼衣服穿在我身上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難駕馭的呢 換下一套 GO 嘿阿王大姐 你那個菜市場昨天那條魚買多少錢 58塊 喔我早上買自己買好 我過去說我35塊就好了 這件衣服就覺得是 我該怎麼樣讓它變得好看呢 發揮你的創意 發揮你的創意 可是我看Sandy穿很好看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就人很長 不知道怎樣把它變好看我想一下 這樣 你是很想要露 我不是很想要露 只是想要把它變好看 欸這樣好像可以耶 這樣有可以嗎 這樣可以耶 我再去看一下有什麼視頻可以帶 我們呢簡單的把它 塑開 然後把它往上拉 有沒有 現在有開始出現時尚感了 然後再加上一個帽子 就有點小不經意的感覺 怎樣都不經意就時尚啊 我想不經意等於時尚好嗎 然後再搭一個公主型的貓 有沒有 感覺一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然後重點是這個你不能太臭臉 畢竟這件還算蠻colorful的衣服 所以呢我們就是這樣子 跟人家微笑點頭 好 就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我在想要怎樣讓這些衣服呢 看起來更極致呢 怎樣才能更有我的人設 我覺得可能就是再拉上來一點到這邊吧 你這樣太極致了 太多了吧 這件衣服也是大成功耶 大成功 秀一下你屁股啊 來凹一個 喔喔喔喔喔喔喔 啊如果你們要去喝喜酒的話 戴這個也是很適合啊 你知道好像是參加那個 小朋友畢業典禮 媽媽 我們找個墨鏡來戴戴 我們 我們不戴黑色的 我們直接戴上這個顏色 有點 有點火龍果色的那個墨鏡 讓整個衣服的 顏色搭配完全融合在裡面 那就可以慢慢把眼鏡拿下來 欸 欸你很適合當媽媽欸 什麼我很適合當媽媽啊 欸地上有垃圾 這這個是 什麼都是 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這件衣服的牌子 Forever 21 我頓時明白這件衣服了 我跟你講這件衣服大家會覺得說 欸怎麼穿阿嬤的特寶 我等一下就告訴你 怎樣用不要的衣服變成要的衣服 那我們先搭一下 我先搭黑的給大家看 要不然我一句話可以講嗎 怎樣又怎麼了 這你的皮帶可不可以細的正面 嗯 抱歉抱歉 我這個就是能縮到最緊 就把它縮到最緊 差不多這個樣子吧 差不多這樣子 我去看一下 你.. Charlotte 你..你..你系上一條皮帶再加上一個草帽 你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正確的靴子 他的靴子應該要帶一點鬚鬚 你知道嗎 就旁邊有流酥 雞皮的感覺 千萬不要拉喔 你拉出來就 然後再加上一個草帽 整個味道出來了 pump spring pump spring úsica 加州比較沙漠一點的 那邊的outlet很好逛的地方啦 你如果再配上一把吉他 今天就是流浪天涯 我就是coachella的一個表演者 如果你出去逛街 特別要背一把吉他才合理 你不背吉他也可以啊 那你拿一個包包呢 那我今天選擇就是這一款 我覺得它很適合就是 這樣直接背 有沒有一個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要可愛一點 不要那麼的犀利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把它變成這樣背 我在等朋友 今天要去哪裡逛街呢 好看耶 有沒有 頓時你怎麼會不想要這件衣服呢 超想要的啊 那你要留著嗎 我可以 這件很適合譬如說去烤肉的時候穿 然後海邊去郊遊的時候 我覺得穿這樣 全部的人目光已經在你身上 你好猛喔 四套衣服全部都可以耶 我就是一個人型model 不管穿什麼都因為我的樣子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麼Sandy可以買這件衣服 因為我覺得穿在它身上 搭一些飾品的話應該也是會蠻好看的 尤其它又那麼高 再來 飾品很重要 東西不一定要貴 我們先不管牌子 我把這個牌子拿掉 這樣搭也是很合理 就比較輕鬆 就這樣 我知道 怎樣 孕婦裝 屁啦 我們隨便拿個皮帶好了 這不知道買什麼牛仔褲送的 這樣也是可以 如果再細更粗一點的 它可能就會讓你更有個性 更有性格一點 我覺得穿衣服就是要穿出個人的風格 有沒有自己的風格也很重要 我一件一件脫 不是我不是說要脫光的那種 我把帽子拿掉 那你包包用拿的 其實也是可以的 簡單搭上一個靴子 你想像這邊全部都是岩石 腳一高一低然後往旁邊看 然後那種新雜誌 新的角度 然後手要稍微抓裙擺 你會不會眼太多了 喔眼太多了 好對不起 平常我沒有在拍穿搭 我跟你講 誰才是穿搭之鬼 這肯定是我嘛 今天我們到底學會了什麼 不是只有怎麼穿搭衣服而已 有時候 碰到一些事情 你不是只看它的表面就開始抱怨 不行 你要想辦法去創造 很有創造力 好啦 今天呢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非常非常感謝 杰琳邀請我參加這次的計畫 我覺得非常好玩 感覺我就很邊緣 每天都在打遊戲就沒有什麼人邀我 所以呢 杰琳我還蠻感動的 好我現在非常期待 能看到 其他一起有參加這次活動的換衣服者 我想看他們到底穿出來會是怎麼樣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打開小鈴鐺 放我的IG跟Facebook 我們 掰掰 我跟你們講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說 這一條皮帶 它有粗的跟細的 嗯 我跟你講這條一定要買 你要想說它可以用很久 你看你這個便宜的皮帶啊 你用一用啊 你用久了 其實它這邊都是會鬼裂的 嗯 它就不會 所以呢 你說 欸為什麼要買這樣子 如果你有能力 有能力的話 我覺得這一條 就這一條一定要買 它配任何洋裝 牛仔褲 當然粗的也好看 但是因為我的 我的穿著可能比較適合它 這條細的 告訴你 買了 杏尾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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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